Hello 各位好,晚安 我是博勝 今天要幫各位介紹的是我們COSE的一個車款 它是豪華版的 那今天要教各位如何在車上 設定我們一個 離開P檔會有上鎖的動作 入回P檔會有解鎖的動作 那我們這邊的話 跟各位開始做一個示範 我們先按兩下電源鍵 然後看我一下我們中控台這邊按上鎖 按住 1 2 3 4 5 6 放掉 上面中控鎖這邊有跳開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就表示我們已經設定了 只要離開P檔我們會上鎖 離開P檔我們會上鎖 那我們一樣再做一個 第二次的動作 我們現在先按掉熄火 然後我們再啟動按兩下 那趕快到我們的中控台的位置 按解鎖 按住 1 2 3 4 5 6 放掉 OK 你可以看到我們中控鎖又跳一下了 那 按鎖住5秒以上 就是我們入P檔的話 它會有 那個 離開P檔會上鎖 那如果按解鎖5秒以上 那是入P檔的時候 它會中控鎖跳開 一個是鎖一個是開 那我們現在把電源關閉 我們示範給各位看看有沒有順利 順利成功設定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打開電源 我們先踩煞車按發動 然後我們現在 你看喔 現在我看一下我們這邊 我現在是準備離開P檔了 你看我們上鎖了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上鎖了 那我現在入回P檔 入回P檔它沒有跳開 那表示我們這個設定沒有完成 我們只要入回P檔 中共鎖會跳開 這個是可以設定的 在車上做設定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再重新再設一次設定 我們先把電源關閉 一樣按兩下 電源啟動了 然後按住我們的一個解鎖開關 按住 1 2 3 4 5 6 放掉 OK有一個跳開的動作了 好 一樣我們再按解鎖 我先把電源關閉 然後直接發動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現在是P檔喔 P檔我現在離開P檔 它上鎖了 好 那我們再試一下如果現在入回P檔 OK 你看設定完成了 我們現在是以解鎖的狀態了 紅色打開了 一樣再示範一下 我們離開P檔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是上鎖的 好 那我們現在入回P檔 解鎖了 那這是我們在車上齁 直接 做一個設定的一個功能 好 那我們一樣按住電源按兩下 儀錶板亮起來之後 按住上鎖鍵5秒 第6秒放掉的時候 中控鎖會跳一下 那表示設定完成 按上鎖 就是離開P檔 它會有一個上鎖的動作 那如果按解鎖 一樣5秒以上 它是入回P檔 它會有一個解鎖 一個是離開P檔會上鎖 一個是 入回P檔會解鎖 現在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P檔 我們再看一下 入P檔 我們現在這邊 離開P檔 它會上鎖的 那我們現在入回P檔 它解鎖了 那以上這個就是 教各位如何 設定 入回P檔 我們中控鎖會跳開 那離開P檔的時候 我們中控鎖會上鎖 那這是以上的一個設定的部分 如果各位 有不清楚的地方 麻煩你再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感謝各位的觀賞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一個觀賞 謝謝 掰掰